我也有迷你小河马啦 今年出去逛街的时候 看到他们两只 我实在是移不动脚了 蹲在龙子前看了好久 我决定把他们带回家了 本来只打算买一只黑色的弟弟 但是呢又担心他一个猪会孤独 把旁边龙子的老婆也买回来了 因为这两只小猪猪是突然间买回来的 所以我没有给他们准备东西 从家里找了一个大盘子 然后用一个小的龙底做厕所 电料就给他们来上一点木屑 底下铺了一张大尿片 这样清理起来会方便一点 他们吃的东西主要是以草为足 刚好店里还有一包豚薯粮 给他来上一抓 再来点补充蛋白质的木畜槽 这两只小家伙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食物 身上它是有一层很短很短的小毛毛 摸上去的感觉就是又呼呼的 而且还很暖和 鼻子有一圈小卷毛 给他们带上一条大金链 简直就是酷爆了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爆完之后 感觉有点粘手 估计要等他们长大一点才能洗澡了 然后我又在店里面 给他们买了一个保暖的灶灯 因为他们身上没有毛毛 再加上现在天气有点冷 还是要给他们24小时加温 对了 他们还没有名字呢 你们给他请一个吧 快走 拥抱每一种生活 拿起来 拿起来 我可以用这些 做法 我可以用这些 判断 我可以用了